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三位一座 要带大家来倾听地方的声音 同时要看看他们每天忙碌的情况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人爱区市议员张芳丽张一座 小军好 明健 画家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张芳丽座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原住民族的市议员 我们的陈明健 主持人小军 还有密会同仁张芳丽长 画家议员 还有我们电视机所有的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明健一座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新科议员 来自安乐区 我们的吴华家吴义座 小军好 方丽姐好 民间议员好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画家一座好 要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 就是最近在市议会质询的时候 市长谢国良他花钱砸广告 希望能够赢取所有市议员全数通过这个免费电动机车的预算案 我们来看看 为期一个月的基隆市议会定期大会一召开 原本要进行市长谢国良首次的市长市政总报告 不过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召集人郑文婷和市议员张浩瀚提出临时动议 要求市长谢国良先回应自己亲自上街发面子 并且在公车车体登广告 恳请基隆市议会支持公益青年就业补助电动机车计划 是什么意思 这个预算到底从哪边来 这个广告费是谁支付的 我不希望说行政权要介入到我们监督者的相关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关系 要不然的话讲坦白话 如果今天我们行政院长在四处的一个这里广告上面 希望立法院同样要通过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 难道我们立法委员就会坐在这边说 哦好我同意这样吗 而市长谢国良也在施政总报告中 推动公益青年就业补助电动机车计划这部分 直接回应议员的质询表示 上街发面子登车体广告都没有动用到公帑 完全是自己个人出钱 主要是个人认为 希望让市民朋友能够了解到 这个预算目前的进度 也是真心的恳请议会来支持 现在有很多的青年朋友 只要看到国良就常常在询问这个案子的进度 可以感觉到他们是热切 而且很期盼 未来的这个政策的施行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跟各位跟议员来报告 目前是有面纸以及公车看板两样的文宣品 目前已添购已经进行当中 那因为考量到这个做法较为不同 那我们这边是以我个人的部分来帮他吸收 并没有运用到基隆市政府的公帑 那这个是我本人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议员觉得有不妥的地方 那我虚心接受议员给我们的建议 或许在寻答的时候 可以跟议员们在共同讨论 如何进行较为适当 引起质疑 让大家不禁想想到底民众的心声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先请教我们的张芳丽张潜一作 是的 因为市长他提了这个政见之后 他也非常想要把这个政见来实现 所以他今天做了这个广告 一方面我们的同事认为不妥 为什么市长做这个广告要让议员来支持 其实本来就是要让议员来支持 因为民众不可能来支持这个预算的通不通过 这个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因为市长他急着要这个广告 所以他自己来花钱 其实我是觉得市长应该也不必要 这么的急着要把这个广告赶快推出去 你应该是利用我们的这个 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广告的一些费用 来利用这些费用来做这个广告 也不必要说自己掏腰包 每一件事情 如果自己都掏腰包的话 我想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那民建议做呢 我想我们谢市长可能是利益非常的良善 而且也在求好这方面 我想市长可能是想说 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可以让我们所有市民能够了解到 他推行这个政策的真正的内容在哪里 因为我们推行每一项的政策 总会有他这一个实施办法在里面 如果我们急就张的就把这个政策推行出去的话 而且在短期内要让我们议会能够完全接受 我想这个时间这么紧促 或许没办法跟大家说明的很清楚 可能在我们议会里面审查这个预算的时候 可能会做一个比较较长的一个攻防战 我想市长可能也是有这个意识 希望将来他要推行这个政策的时候 让我们市民或者可以申请的这一些有资格者 能够提早让他们去做一些准备 我想毕竟这是一个最新 而且我们基隆市有史以来是第一次 或许说是全省 第一次有做这样的一个市政的一个内容 我想市长的好意 我想应该是在这里 是 就是这个电动机车 这一件事情免费的 希望赶快全数通过 所以他做了这样的决定 当然大家看法都不一样 我们要再请教一下华佳 是 其实电动机车这个政策 它有点像是说 在我们是学生时期的时候 有国文 数学 英文 然后自然社会等等的基本的科目 那像在我们市政的话就是路平灯亮水沟通等等的这些基本的项目 我们都希望他在做好之后 那再来有这个新增加这个电动机车的这个政策 就像是我们去报名才艺班一样 那其实他这样子的政策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 但是问题是我们希望在不影响原本的应该要运作市政的为前提之下 然后他要把办法拿出来 那我们才有办法去通过预算 因为毕竟我们并不知道实际的这个计划内容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审查来运用这笔经费 所以我想如果市长真的很急着希望这一笔预算通过的话 他需要先做的事情是先把办法拟好之后 那可以加速我们来审查这样的预算 是 就是要先宁定办法 我不想让前议长我们的方立姐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市府呢 我是觉得应该要做一个非常妥善的一个办法出来 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同仁当间都能接受 所以这个电动机车的这个追加预算 我是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状况 但是状况是没有关系 一届是四年 那市长在四年之内 如果能完成了他的所谓他的证件 应该都是OK的 是 那我们要请教明建一座 就像我们同仁所讲的 因为这个实施的计划内容里面 大家还不是很非常的清楚 我想将来这个申请的对口的单位 我想应该是在我们各七个行政区的七公所 所以我想这个政策的内容 我们可以请我们七公所的这些同仁 利用集会也好 甚至以用一些文宣评 来去做一个宣导的方式 像我们申请的流程 申请的所需 申请的资格 等等这部分的话 可以透过这些集会 甚至我们七公所 七个行政区 来做这样的一个宣导 是 那华家呢 就是接触地方 听到地方行声是什么 听到地方的声音 其实因为地方声音有分不同的年龄层 那比较有趣的地方是 其实年轻人大家都蛮期待 家长也蛮期待的 但是大家就不知道说 讲了这么久 实际的办法是如何 那其实我们在市议会 目前也已经看过三个版本的计划案 那我们也希望说 就是尽早把有争议的部分 赶快确定下来之后 我们也比较好去跟地方的市民 去说明说 这个政策到底是怎么来做 但是其实在这方面之外 我们听到更多人 其实是在询问的 就是基础建设有一点停滞的状况 所以其实我们在议会的时候 也蛮多同仁也很关心这个部分 希望说可以同步来进行 是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民进党前一阵子做了民调 有高达86.7%的民众认为要改善交通安全 增加交通便利还有加强托育 还有改善营养午餐 这几件事情才是市府要优先的事 而支持这个免费电动机车 有5.6%的民众市民认为重要 我们要请教一下方立章 议作是不是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 或者是也觉得这件事情的民调可信性如何 因为做民调是电话来互相的联系 但是接电话的大部分都是比较年长的 都比较年长 所以连长的他就认为他们所需要的是要自身的安全 还有这个身体的一个健康 所以他们是比较强调是要这一方面的一个政策是比较重要 至于这个电动机车 他们倒是认为并不那么重要 是 就是还是听到地方的声音 可能就是接到电话的民众是年纪比较长者 明前一座呢 对啊 像这种电动机车发放的对象 我们都有一定的资格 像刚刚我们赞前预长所讲的 如果是一个老人家接的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办法申请 所以他不会热衷回答你这个问题 还有一些就是 做这样的一个 他在工作上的一个交通载具 也不一定说是用机车 有的可能是用公车 然后转绝印 甚至于是 成绩公车这部分 可能他利用电动机车的 距离不是那么的高 所以对于这个 赠送这个电动机车这部分的话 可能对他的誘因不是说很大 所以在调查这部分 可能也许会有一些的差距 有一些的差距 大家所关心的 还是希望是说 除了能够做一个零排探以外 但希望是说我们整个基隆市的交通 能够做得更顺畅 大家这些载具里面 能够多元化的能够做更多 让大家在交通方面的时间 发挥的更少 交通要更便利这件事 现在全球显学就是我们的 净零排放 对不对 就是净零转型 所以运据电动化这件事是很重要 我想请教一下花家 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其实我们中央政府一直以来都在推动 就是大家尽可能的 开始改用电动车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本来中央就有一个 这样子的补助 虽然金额没有很高 但确实也有促进了 就是大家使用电动车的意愿 那可是因为像刚刚提到说这个部分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一个电动机车的政策 它有15亿的预算 那相对来讲 我们平常生活上会遇到的种种问题 我们会希望市政府尽数来解决 所以像刚刚提到说 电动机车它会是一个加分体 它会是一个多了一项才艺的感觉 但是你基本原本我们生活所遇到的困难 或者是需要市政府原本就来做的事情 大家会觉得说怎么还没有来进行 所以我想就是 其实不管是我们在议会的同仁 还是市民朋友 其实大家会更希望基础的市政运作 可以赶快上轨道 然后可以让大家不用一直去反映说 还有哪里需要补强 所以大家会觉得 就是钱其实要花在刀口上 民众真正所需 要赶快去解决这一件事情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在议会上也有一件很矛盾的事 就是要推行人友善 但是却又开放7楼可以停机车 所以议员就会觉得 啊这政策怎么会这么矛盾呢 我们快来看看 基隆市政府开放全市 大约75处7楼地点可以停放机车 而这项政策也引起市议员质疑 和市长谢国良大力推行的 行人友善政策是互相冲突和矛盾 因此希望市长能够说明清楚 中山区的安一路 这里有曾经有发生 有一户他的摩托车 因为停在他家的骑楼下面 一天被开了五张白单 这件事情 然后呢这整件事情 在整个里内传开以后 就在里长的服务处炸锅 后来被邀请过去交通处 为什么要提这么矛盾的政策 为什么要做这么矛盾的政策 我们基隆市不是每一条马路 都跟人一路 都跟信一路一样宽 安一路这样的路幅宽度 如果他没有办法做到妥事的处理 就会造成我们的车 要停到马路上面 摩托车停在马路上面以后 骑楼是进空了 但是马路上的路幅被挤压 被挤压以后 单线双向道的通行 车辆是没有办法通过 会塞车 因为开放骑楼的这一件停的事情 一旦开了 就收不回去了 这一件事情在各县市来讲 现在都发生同样的问题 包含 我刚才提到台北市长蒋旺安最近 也在做所谓的 骑退2.0的这一件事 但是有多么困难 因为它会导致地方更多的一个反弹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 为什么会强调说 为什么我们开放骑楼停的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经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考 甚至有其他配套的一个措施 像我们开放的75个路段当中 有非常多的路段 并不是道路狭窄 而是它路幅够 可是我们外面的地方 我们都没有在思考说 我们没有 可以划设停车空间的一些使用的措施 或者是说 针对于全市 可能有些路段 汽车停车格使用率低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用复合式的这样一个使用的方式 就是好 可能某个时段是停汽车 可是某个时段开放之后 我们让机车也可以停 我赞成汽油要开放 但是不是可以从比较外围的空间 你火车站周边 你反而应该要严格取缔 但在严格取缔的同时 你有没有提供一个 适当的停车空间 给这些机车族 这个是考验着金融市政府的一个智慧 而不是说 我现在开放 好 没地方停车 你骑油都停上去 No 绝对不是这样 好 接着这样的脉络下来 我们昨天看到 施政总报告里面提到了 我们骑油要整平 优先整平的又是火车站周边 你火车站周边 你的骑油整平之后 你是要方便机车上去停吗 还是要让行人更方便通行 让生障者他在这一个骑油出路 他更方便 真正的问题跟需求在于 保障通行跟确实管理 真的 这个问题其实困扰了很多地方的民众 我们要先请问那个首当其冲的人爱去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方丽姐 很多民众怎么说这件事 其实骑油是看状况 有些骑油是可以停机车的 因为它的骑油真的很宽 那有些骑油是很窄的 那有些根本没有位置 所以因为基隆市是一个 开发比较早的一个城市 所以很多这个基础的建设 都真的是跟现在来比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要看状况 他要开放这个骑油停机车 曾经也有过 也有画格子 那时候也有画格子 所以那现在呢 有些地方都已经把它取消了 就不可以停了 就不可以停了 所以那为什么现在又觉得说 要有部分的开放可以停 那可能是有看这个骑油的宽窄的问题 而且因为仁爱区真的是面临了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他们为了方便 有时候就随便就一放的就走 所以我觉得是仁爱区是 他做这个政策是没有错 但是也要看状况 有些地方真的是不适合来停机车 所以真的是要考见市政府的智慧 对 我要请教民建议 你听到的声音有什么 在回答之前 我回答看一张表 就是这次我们交通处的一个业务报告里面 我揭露的 去年跟111年 110年跟到去年 机车部分就增加了1214辆 这个部分 这是我们交通处报告的 可见我们的机车将来是越来越多 将来我们电动机车再加进来的时候 你看我们的机车数大概会多少 我们刚刚张前议长讲的 这是在四年 旗楼有个地方放 如果是稍微比较外面 比如说我们兴风圈那边 大概旗楼没有的话 大概就是在马路 所以我们追究最重要一个问题 还是一个停车的一个空间 我们基隆市的地真的是很狭小 如果说在我们乡下里面地这么大 你找个地方停 没有人跟你讲话 都没有人跟你讲 所以要改善这个旗楼 除了要还给我们行人一个友善通行的一个空间以外 我想机车该怎么停 刚刚张前议长讲的一样 我们适时的做一个旗楼里面退出来 可以让机车可以停放 或者是马路的部分 陆幅部分可以让机车有稍微有一些的停车格 但是到最后就如同刚刚我讲的一样 我们如何增加我们这些 不管是机车也好 汽车也好 增加这些停车的一个空间 我想这是一个资本的一个方法 是因地质疑 对 花家呢 有没有碰到民众反应什么 其实 比较多民众反应的是像是被开担的问题 就像刚刚方丽杰提到说 就是搞不太清楚你到底哪些地方现在是开放 哪些地方没开放 但我知道说就是 其实我们有去过很多地方 或者像台北 离我们最近的地方 它的那个旗楼真的走起来是很舒服的 当然我们会希望说有这样舒服的旗楼可以行走 但是因为基隆的地形不一样 尤其我是住在安乐区 我们安乐区有很多斜坡的地方 那其实很多的居民年纪也大了 那他骑车他也找不到地方停 老师说大家自己看住的附近 也没有所谓的机车停车的区 甚至汽车的也没有 所以当然就是大家还是非常有可能的会停到旗楼 而且基本上目前机用的现象还是这样 那要怎么样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然后让我们的机车有它的地方可以去摆放 然后让行人又有舒适安全的空间可以行走 这个是我们市议会想要跟市政府一起来努力的 所以也希望说透过他们市政府这边找来专家 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他们现在的做法 可能会比现在的这个短时间 目前这个阶段说就是部分开放还要有更好的方案 是真的是要考验我们的政府智慧 就是要多磨多磨看看什么方案是对机用最好的 然后又可以达到我们的行人友善这一项政策 那在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注的就是在地发展 为民喉舌为民谋服 我们先来请张邦丽姐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在友善行人这一块 停车空间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在仁爱国小是不是有对面的停车阁 改为家长接送区这一件事情 你怎么看 因为对面的这个停车阁 你在平常的时候都被占满 都被一些自用车都占满 所以每当这个学生上下学的时候 那一些接送学生的车子都没有地方停 所以我就跟议长他们商讨之后 我就觉得说那个地方应该要把它除掉 那个停车阁 让那个接送学生的那个车子 可以在那个时间就是早上的时间跟下午的时间 可以在那边稍微暂停一下 那这样子的话会对接送的家长比较方便 因为他对面刚好有一个新的停车场完工 对 所以可以解决很多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那当然要是来关心我们的友善行人 我们要看带大家来看看 其实有些人行到破损不堪 但是我们的异作就发挥了实力 展现他们的魄力 帮民众来把关 一块来看看在安乐区的部分 怎么说 因为这已经很多年了 毕竟三四十年了 所以说那个车子每个在这地方都卡到他 就抠落了一定 那我在那边经过就是孩子可能玩 我就踢到那个地方 就受伤了就这样 今年最严重的是在年初的时候 我们邻居跌到一个头破血流的状况 那所以我们就赶快来办了这一场会 因为里长其实也通报了我们市府单位 但目前为止的话呢 我们市政府已经有先来做临时性的补强 那长远的部分已经请市政府呢 提送那个人行道改善的计划 今年自来水的管线态换工程 所以我们会请自来水工程施工完毕之后 进行全面的跑铺 还给我们居民一个安全舒适的道路 这就是关心行人这个行的安全 其实人行道真的大家都常在走 安不安全 有没有铺平这一件事很重要 我们要请教滑家后续发展如何呢 因为其实我们市长一开始 他就想要推动行人友善这个政策 所以他有进行了很多就是软体上面 就是劝导啊等等的事情 那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基隆的硬体 也很多都老旧了 像是刚刚提到的起楼 跟刚刚看到的这个人行道部分 那其实这边很多居民都是年长者 那可是人行道他真的是老旧道 已经都破损了 所以很多长辈其实刚看到是一位而已 但是就我了解 那附近的长辈超常在那里跌倒 然后大概都需要三个月左右 才有办法就是恢复正常的生活这样子 那我们其实会很希望说就是在各个的人行的硬体设施上面都是安全的 所以像刚刚看到的我们的安和一阶跟安德路二段的部分 目前已经有一个计划要来把它进行改善 那目前我目前还有在推一个是基金一路到安一路的部分 也有一个计划 但其实呢 我跟公务处讨论过最头痛的地方是安一路 安一路是我们安乐区最早期开发的地区 那就跟仁爱区很像 那可是因为它又是斜坡 所以它有高层的问题之外 它的人行道宽度也比较小 而且它目前是经常破损的 他们还不错的地方是目前市政府只要看到破损的部分 都会进行紧急的修补 但我们还是期待说是不是有可能在未来 我们可以把安一路的人行道来完整做一个改善 是就是要好好的把我们的硬体设施盘点一下 因为这是人民最有感的部分 就是路要平 水果要通 灯要亮 对 就是民众最有感的地方 那当然还有要营照民众幸福的地方 就是要发展我们的观光 要有一些新的亮点 其实阿拉宝湾就很潜力无限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民间一座 在这里就是大力的推行之下 有没有给市府什么减幼 什么样的亮点出现 这个地方之前是很少人去发现 这个地方因为它之前是属于国防用地 进出是比较不方便 我们原住民最早移居到基隆市 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除了有一些圆形的那些聚落的成型 经过去年我们市府开发这个路线之后 慢慢是让我们发觉到 原住民除了是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展示 跟一些产品的展示之外 它或许还有更多的 比如说我们所不知道的这些传统的美食 所以在阿拉宝湾这部分 那我们跟我们文化节观销处跟都发处 在去年已经营造了有一个在地的一个部落厨房 这完全就是请当地的原住民 用当地的食材 比如说和平岛里面的自己潜水 自己采取这个海菜 像那些糯米饭 这些传统美食 他们就做一套的这样的一个料理 让我们其他到那边的游客里面 真正能够体会到 我们原住民的这些传统美食 不只就平常我们所看到的 它尤其还可以制造出 跟我们像餐厅里面 这些摆盘摆设 能够还有更精致的 很有特色 而且其他的在做一些文创品的这些制作 体验这些等等 就是我们之前都没有开发出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我们基隆市新的一个秘境 也是期待以后要慢慢开发的 一方面也能够让大家了解原住民的一些文化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让我们当地的这些原住民 能够有他自己的一个产业来去做经营 是 这真的是结合观光 然后也结合了这个神迹的部分 让大家就是生活的很好 然后很幸福 那当然在市区当中有一个很著名的观光景点 就是我们的卡玛丁 对不对 我们要请教方丽杰跟大家分享一下 卡玛丁的整个来源分享 然后最近的发展情况又是如何 其实卡玛丁已经是百年老店了 它一百多年了 在我62年来到这里的时候 那时候是旭川河上面的那个山洞大楼都还没有盖 所以我是每天都要从旭川河去摇水来冲地 所以这个印象是蛮深刻的 我是觉得卡玛丁其实它到目前为止已经大不如前了 以前卡玛丁是三个时段的营业时间 那现在这个一个时段就已经时间就缩得好短了 所以你说要像以前人家说 鸡人钱他不胆肉 那现在已经这种现象已经都没了 所以卡玛丁势必在将来 旭川河上面的山洞大楼 它如果拆迁之后 我想卡玛丁它很自然的它就会消失了 那它就会消失 因为它如果山洞大楼迁移之后 那卡玛丁就是等于面临的这个旭川河 旭川河恢复原貌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附近的这个一些 让人家比较 比较回忆比较深刻的一些景点 要赶快再呈现出来 其实旭川河两旁的一些建筑物 你都还记得 对但是现在已经都拆光了 都没有像以前那时候的那种景象 只能在照片上看 所以我是觉得卡玛丁慢慢的 它会转型 转型 然后到时候如果真的山洞都拆除之后 回到原本有这个旭川河的模样 那就要不一样的观光景点 亮点又会再出现 又会不一样了 对 那华家呢 华家你有没有在安乐区有看到 什么样的观光亮点 其实安乐区的观光亮点还蛮多的 我们有情人湖公园 我们有外幕山 那其实我们情人湖公园上面还有个步道 是可以直接到外幕山的 对 只要爬山过去就到 但是很少人知道 那而且在 我之前在蔡世运委员办公室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委员就一直致力于 情人湖公园的亮点 那我们情人湖公园 目前情人台还在嘛 然后情人湖也还在 那未来它有可能要做露营区 所以它都会是一个很好发展的地方 那再加上说 其实我们最近还有一个文化局 这几年刚修复好的刘明川隧道 像我们仁爱区也很多隧道 都是大家比较喜欢去的地方 那其实我们会很期待说 有这些景点呢 能够像阿拉宝光一样 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有一个亮点 是真的 就是要营造地方民众的幸福 当然大家小确幸 就是旁边家里的小公园 或者是运动休息场所 要先带大家来看看 这些的基础设施到底安不安全 下面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 这个也是松松的 可是其他的都不会 游戏场攀爬区 开放5到12岁儿童使用 清明年假期间 吸引不少家长 带着孩子前来玩耍 不过攀爬区却发现 原本固定在墙面上的盐块 出现了螺丝松动现象 就用市议员胡华家 接获民众反映 立即通报市府前来处理 现在在的位置是 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 那我们这个公园 那这几天呢 其实非常多的家长 带小朋友来这边玩 那我们呢 就有发现说 现场的这个攀爬场的盐块 它有松动的现象 那就我们的了解呢 是在廉价之前 就已经有这个情形发生 那其实家长跟小朋友 都非常担心 因为攀爬场它的邮据 通常都会有一点高度 那都会比小朋友的身高 高了大概四五个小朋友 那么高 那他们往上爬的时候 因为那个重心 会踩在盐块上面 它松动的时候 如果就是脚没有踩稳 也怕小朋友 从就是上面 直接这样子滑下来 能又撞到其他盐块 那造成受伤的状况 所以其实家长非常的担心 蛮感谢我们胡华家 吴议员办今天的会刊 说真的这个地方 只有里长对不对 来巡视的话 当然如果有工手来加强的 辅导的话 是比较好一点 是一个检疫 给小朋友使用的攀爬场 那可能这个使用上 可能它主要是用 螺栓方式固定 可能使用上也有 过度的状况 那可能螺 亚本已经松动了 那厂商今天 已经来做一个修复 那这个部分 可能修复方 再使用看看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会建议说 这种部分就是说 做一个固定 一个周期性的检查 真的耶 小朋友的安全很重要 我们要请教华家 后续发展如何 我们在那一天会刊之后 其实当天就已经修 就是有去修散了 但因为我了解说 就是其实施工人员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注意到 那么多的细节 所以呢 当时我后来又再回去看 那有发现说 还有哪些地方 还有松动 再次通报给区工所 那还不错的地方是 后来在教育处的 业务报告里面 我们有看到说 后来这个儿童游戏长 从一开始收到通报 才会来检修这件事情 已经把它改正为 就是一个月会去检修 就是巡逻四次 让家长们可以更放心 带小朋友去玩 所以我想其实 政府是有在重视这些事情 只是说 有些事情是需要 我们来提醒 所以也很高兴说 这件事情最后结果 圆满落幕 对 是 真的就是 大家很关心的事情 只要市府做到的 大家都会给予很大的 承战及肯定 那当然在原住民族方面 我们的民建益作 他极力争取 七个行政区 至少都要各自设置一个 我们的聚会所 我们要请教 您建议做 这个要回头到我们原乡 因为在过去 我们在原乡的时候 很多原住民的事物 都是用这种集体式的 来做一个决策 所以做这样的一个决策 都必须有一个地方 我们叫做Speed 就是一个聚会所 我们一起到都尾区里面 上居在我们七个行政区 所以有一些七个行政区的原住民 如果他希望 能够大家一起共商一些 我们地区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 起办一些封联记也好 办一些活动也好 大家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地方 能够让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讨论 当然我们个里的里面活动中心 也是蛮适合的 但是可能基于上有一些园女方面 甚至有一些的习俗的方面 他们也说在里面活动中心 做这样的一个讨论 他是觉得可能是一种感情的方面 希望能有自己的一个地方 像比较有原住民风味的这样的一个地点 能够让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集会所 所以我一起吉利争取 希望在我们七个行政区里面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地点 当然我们中正区 中正区已经有原住民会馆 那已经落成 在基督区 在我们的桥下 也有一个活动的场所 将来我们也会慢慢来给它扩建 在我们安乐地区 就刚刚我们游戏场旁边的一个地点 大五人声音 现在我们已经做一个整地 将来也是要做我们安乐地区原住民的一个活动场所 当然 并不是说一定都是原住民产品进出 如果我们的居民里面 大家一起使用的话 当然他们一起也可以做这些使用的一个场地 我们现在软软地区 我们民政处也在寻觅一个新的地方 就是昨天维持吉利说 我们软软旧的消防分队 一直想要吉利争取这个地方 将来是不是也可以提供 作为一个软软地区原住民的一个局会所 在我们仁爱区 信义区还有中山区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很多地方可以也让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局会所 而且如果说在三个地区要去争取一个专属原住民一个局会所的话 我想取得用地可能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毕竟它是我们的市中心 要一个空间的话 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所以在这一次也跟谢市长能够希望说看看 能不能达成这样一区一个聚会所 能够让原住民在里面不只是一个集会共商事情的地方 也可以做一些文化 传承 语言 推行 甚至于大家跟我们所有居民 大家一起来共融 来一起来树乡的有一些交流的一个处所 真的就是需要一个这样的环境邀请大家都走出来 这也是我们现在要面临超高龄社会一定要做的事 在仁爱区我想请教我们的方立姐 是不是有很多的李明慧堂其实都有善加利用 有没有什么样的亮点 其实在仁爱区是有点困难 为什么 因为仁爱区它本身地方不大 它地方不大 所以其实现在有好几个里都没有真正的那个李明慧堂 很像新店里还有仁德里 同风里 文昌里 他们的李明慧堂都几乎是没有办法来正常的来使用 尤其新店里跟仁德里他们是违章建筑 所以我是觉得说在仁爱区要来找这个会所会比较困难 会比较困难 所以因为在我们高速公路旁边 要进高速公路旁边有一块地 以前是民众服务站的这个地方 那个地幕是机关用地 现在是被私人买走了 我是建议市政府应该可以来研究看看是不是那个地方买下来 你可以盖高层六个里的李明慧堂 然后你盖七层的话 那个第一层就可以大家共用 所以这一部分的建议我会继续跟市长来联系 所以你说要在仁爱区找那个比较适当的地点真的是很困难 果然这是首战之区寸土寸金的蛋黄区 好那刚才说到就是大家的就是要鼓励长者走出来 其实长者这一部分是现在大家很关注的议题 因为你现在对长者好 就对现在的环境关注 也就是对未来的自己好这一件事情 所以是不是三位翼座在里内 其实都有进行这个关怀长照的一些类似服务呢 我们先请华佳跟大家分享好吗 是类似服务应该是说 现在其实我们安乐区的关怀据点已经越来越多了 那长照的这个政策 其实很多里长都很努力在协助这一块 那我们其实里长们大家都很拼 原本以前我们可能一个礼 他一个礼拜只会有长者的工产一次 一次而已 但我们现在已经有里长做到一个礼拜五次到七次 所以我们就想说 就是其实大家很关心这一块也很身体力行去推动 那像这相关的事情我们重视之外 其实还有里长们也很关心长者的运动空间 所以其实邻里的公园 然后或者是刚刚提到里民活动中心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建设 那现在的邻里的公园 其实在去年做安全检查之后 很多地方目前都还在等待着被重新规划 所以其实我们议会现在大家都很关注说 未来的邻里公园它会怎么样来规划 来设置 甚至未来有没有机会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大无伦公园 它可以有定期的巡检的这样的机制 所以我想就是像再回到刚刚说长者的这个照顾 我们的里民活动中心它的重要性就是在于基隆 其实蛮多雨 所以刚刚的邻里公园下雨天用不了 那大家就会想要回到里民活动中心 是 对但是像我们安乐区一样回到安一路那一代 就跟刚刚方丽杰的仁爱区一样 就是太早期开发了 所以里民活动中心的空间它除了不足之外 像我们近期很常提到的定国理 它是太早期盖好的这个里民活动中心 那它的结构上的问题 那需要被政府来重新来看是要维修还是重建 对 所以像这些其实地方长者都非常关心 所以我们也期待说就是在市政府的重视之下 可以尽早来让长者有一个更好的活动空间 是真的 就是现在长者这个议题真的是非常的重视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民间异作 那在原住民族方面呢 在这部分在基隆市我想应该做得也非常不好 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里里面的很多的这种长照的这样的一个据点 但是在基隆市原住民里面可能就刚刚讲的一样 跟我们一份汉人到长照据人的时候 可能语言上可能讲的不是很冷凳 会比较不好意思跟他们有点要相处就这样 所以我看得到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从109年的时候我跟中央圆明会争取了在我们基隆市第一座的 我们叫做基隆市原住民老人文化健康站 同样的意思就是长照机构 我们第一座就是在我们原住民文化会馆里面 也就是我们长者的一个关怀站 在去年我又在七堵市设立了第二座的也是老人文化健康站 这个地点正在我们七堵市的档王区里面 七堵国小的正对面 就是刚好在温沙坝的隔壁 刚好在市场的旁边 旁边 准时遇到这两个文化健康站 很少缺席的 所以他们对课程的内容 跟这些长者相处的话非常的乐落 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有第三座的 这样原住民的文化健康站 第四座的这个健康站 我们主要的就是一个空间的一个问题 我想资源方面有很多的这些团体都会提供 所以只是我们爱以在空间方面 能够有另外的地方 让我们原住民的长者能够受到这样的一个关怀 跟照顾 真的就是看见需求 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三位一座 就是方丽姐 她就会结合社会资源 来关心我们的弱势民众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案例 可以跟大家分享 如果说在仁爱区 因为仁爱区 现在已经人口越来越少了 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委托行区 那现在几乎很少看到年轻人 都是阿嬷、阿祖 就带着孙子、真孙在那边玩 为什么? 因为年轻人都到外面去上班 剩下的就是一些长者 在那边照顾孙子、照顾真孙 但是在仁爱区的这一部分的老人 他们会比较自立 因为他们早期都是在做生意的 也是在上班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就比较独立 比较独立 那如果是像在爱九路那边 那些老人 我在爱九路那边也当一个土地公庙的主委 我们那边就很不错 他那边的老人 他自己不认为他是老人 他每一次我们有什么那个庆柳活动 我都主动出来帮忙 他们都很高兴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 或是做出来的点心 大家都非常喜欢 所以他们越做就越高兴 所以这一部分来说 这些长者都 我们都觉得说 他们会主动的自己出来 还不错 是 就是鼓励长者多出来 接触社会就会很健康 当然最重点就是可以减少 很多未来的社会成本资源的问题 对 真的很重要 就是现在就鼓励长者多走出来 多走进人群 那当然要运动要健康 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我要带大家来看看 我们原住民族的运动会 今年由台北市主办 每两年举办一次的 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圣火传递 3月18日抵达最后一站基隆市 由基隆市政府教育处长刘美兰 原住民议员陈明健 以及体育会理事长郑锦周等人 率领南农国中体育班学生迎接圣火 并且为基隆市代表队加油 争取夹击 目标在超越上一届 基隆市拿下三金四银两铜的好成绩 一起来加油 当然我也是希望我们基隆市都能够 勇夺第一 全力圆梦 一起完成我们 我们所有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的 两年一度的一个盛事 一起加油加油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也先到现场致意 并且强调市政府非常关心原住民的各项事物 而许多原住民孩子在棒球方面都打得非常好 他将推动成立基隆市明星哨棒队 为基隆市争光 就是要展现运动家的精神 只要运动人就会健康 其实三位艺座在推行运动都不遗余 我们先请教民建艺座 刚刚看的就是我们每两年办的一次全国原住民运动会 对 今年我们的成绩有比上一届有多了一斤 虽然是有进步 但是还有一些需要再加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大家都说要火就要动 活动 所以我们就尽量大家都能够站出来 所以我们在每一年我们也都会举办 就原住民而言 会举办各项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活动 我记得有个傻网大赛 傻网也有 像我们刚刚讲的长者 我们那个文化健康站 我们就鼓励他们就是老人在捶球 捶球 对 像中年人有时候会做一些比如说妇女 年轻人的棒球 慢蕾 甚至小孩子的那种热热棒球 我们去做全面性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项目 能够都让他们参与 一方面能够增加亲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不管是这个田径海上的像龙洲 我们也是会鼓励他们能够参加这些的活动 但是可能基隆是我们地方小 我们训练的场地真的是有限 龙洲你看没有地方可以训练 有一个社区超强的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训练场地 我们将来可能也是要克服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也希望说我们原住民能够从运动项目里面 除了要发掘自己的一个长彩之外 能够在体育项目能够发挥 能够为我们基隆士也好 为我们主人争光也好 但也希望他们能够从运动这个项目里面 能够发展出一个所谓的体育的产业 从体育的产业 我不是说只有身体动一动 动完了之后 除了带来健康之后 是不是可以思考到 从体育方面 你能不能产生出一些产业 一直拿金牌赚钱 那也可以做广告明星 对 或者说他可以有兴趣的 比如说体育用品 这些的部分 刚刚讲的一样做体育教师 或是将来怎么去做推展这些体育的项目 我想可以多方面的来去发掘 跟多方面的去推展 真的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运动亮点 华佳呢 我想现在基隆 其实越来越盛行那个运动风气 那当然我觉得跟我们本党的成议议员 也很有关系 他真的很积极在推动这个体育的项目 跟相关的设施 所以其实我在刚选上议员之后 成议议员就很快就来跟我讨论说 对于体育项目有没有什么兴趣的地方 所以我们有去参加了那个 议长杯的桌球比赛 之后还有议长杯的网球比赛 其实我很猜就是都是跟着他出去 那可是也是因为跟在这样子运动国手身边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基隆现在有很多的运动场域都正在整修当中 那非常多的就是有运动习惯的民众 我们的市民就要找到其他地方去运动 所以这件事情变成是我们很在议会的时候很常提到 那也希望说可以尽早来解决的一个问题 所以像这一次在议会的时候我就有建议说 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么大需求的这个使用场域 可以进行部分的验收 那验收完成了就部分先开放 那让我们可以尽早的使用到这些场地 那这样我们才有好的场地才有办法鼓励大家多走出来多运动 那像提到这个时候就会想到那个陈议员前阵子也提到说 我们基隆很多选手最近都要去台北运动 对啊这也是刚刚民间议员提到说 没有训练场所的问题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一起很关注的事情 是真的就是要有地方让民众来运动这件事情 那我知道在仁爱区其实有天然的运动场 对不对爬升场地我要请教房丽 那其实运动是对身体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而且要最省钱 因为运动的项目很多 就比如说爬山 那因为仁爱区它就有红诞山 如果你早晨去早一点起床到红诞山去 现在红诞山已经都整理得还不错 在冬天的时候它的樱花也开得蛮漂亮的 那像我们现在夏天 这个杜鹃也开得蛮山红 所以也是鼓励说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有空到那边可以去不但去爬山 也可以有益于自己的身体 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项目 是红诞山真的是基隆市的市中心之废 大家真的有空可以去 还有施求林 还有施求林 对对对 登高望远可以让心情很放松 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休闲取出 那剩下最后两分钟 我们要请三位异座跟大家说说话 有没有什么要呼吁民众 我们先请民建异座 我是期盼因为我们原住民这边都是余居的比较多 当然对原乡方面它还是会有一些的怀念 但是也期待我们谢国老师和爸爸能够从他这样的开始来施政 能够把我们基隆市能够打造一个比较宜居幸福的一个城市 让我们不管是我们原住民也好跟我们基隆市民也好 让我们基隆市是一个热火的一个城市 让大家感觉到比如说像我原住民感觉到 这个基隆就是我的第二个故乡一样 而生活在基隆市 就像我这次选举讲的一样 一起来创造原住民新的局面 我们期盼我们基隆市能够更好 是基隆会更好 华佳 因为其实我本身是做就是蔡司英立委的助理出身的 所以其实我蛮重视就是选民的需求 因为我之前是做选民服务的 所以大家其实给我的意见建议 很多虽然没有立即的可以马上满足大家 但是其实我都会一个一个来追踪想办法 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改善 那遇到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所以希望说能够跟大家继续一起来努力 那跟前辈们多多学习 那让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基隆越来越好 那我自己的朋友们 大家可以回来基隆住 因为搬出去的真的蛮多的 那也让大家愿意留在基隆 那在基隆可以继续的发展 是留在基隆继续生根发展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最后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方立姐 基隆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是金山人 从62年到基隆来 我就爱上基隆 我想我应该不会再离开基隆 谢谢 是 是 谢谢方立姐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一座 带大家听见地方的声音 而且可以看到地方民众的需求 相信我们的基隆会越来越好 谢谢三位一座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